如果说我说政治警察暴力机关 它是怎么对这个社会实行的一种政治统治 那么意识形态是这个国家对社会实现实行的一种思想的统治 一种思想的统治 一种观念的统治 这就叫意识形态 所以从人类历史上来讲 历史上的发展来讲 意识要比意识形态要早远久的多 就是说只要人类存在 那么它就会采取 就会有意识 会有这个关于意识产品 但是真正采取意识形态 它总是和一定的阶级意识联系在一起的 是为了表现一定阶级的意识 如果在这个社会 哪一个阶级占据了这个统治地位 那么它的意识形态也会占统治地位 为什么呢 它要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统治这个时代的思想 就是和这个国家 它是相一致的 所以马克思说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 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就是每一个统治阶级的思想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 你这个阶级在社会上占了统治地位 那么呢 你这一个时代呀 你的思想呢 也就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 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 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 精神生产的资料 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 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所以马克思说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呢 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在观念上的表现 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物质关系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马克思说 因而这就是那些某一阶级 成为统治阶级关系 在观念上的表现 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 统治的思想 那么马克思说 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 各个人也都具有意思 因而他们也会思维 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 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的整体 整个面貌 那么不言而喻 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 也会这样做 也就是说 他们还作为思维者的人 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 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 思想的生产和分配 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 是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那么这个地方 哪次就揭示了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 就是说任何意识形态都是阶级的意识 任何意识形态都是阶级的意识 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意识 都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识的一个表现 尽管这个统治阶级的思想 它会以这个社会的普遍利益的外贸出现 外贸出现 但是呢 无论如何 而且这个统治阶级的思想的 这个个人的思想 也属于这个阶级 代表了统治的这样一个地位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明什么呢 意识和意识形态 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差别来 意识形态可以不是阶级的 但 不是意识啊 可以不是阶级的 但是意识形态一定是阶级的意识 一定是阶级的意识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 意识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意识形态的差别 那也就是说呢 意识形态会随着统治阶级的工具的功能 他的消亡而作为而消亡的 他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 他是不是会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 但是人的意识呢 他却是作为人类存在的一切时代啊 他是和人类社会是共成亡的 是共成亡的 所以这个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意识和意识形态的 这样一个差别 意识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 马斯的意识和意识形态概念之后 不要把这个概念混用了 混用了 而是他指的什么 这就是马斯为什么 讲这个 他的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实际上他是 资产阶级在讲的时候 把这个意识 作为一个这个普遍的啊 就是说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普遍的一个真理 或者说能不能一个普遍的形式 这个社会大家共认的啊 共认的 这样他就掩盖了 这个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阶级性 而马斯呢 通过这个意识和意识形态的 这样一个区分 就指出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 你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那么无产阶级 你要去夺取政权 你要实现自己的这样一个意愿 完成阶级的任务 你要建立你自己的阶级意识 你要建立自己的阶级意识 所以为什么阶级意识 可以作为一个哲学概念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呢 加以这个认证 马斯在提出这个意识形态这个概念 就是阶级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时候 它不是一个政治的 或者一个经济的一个现象的描述 而是讲的一个哲学范畴 而是讲的一个哲学范畴 它有着这个特定的这样一个含义 特定的含义 也就是讲的一个这个阶级意识 讲的是一个什么 哲学讲的是一个能的解放问题 能的解放的条件和它如何可能的 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意识 那么再讲到这个意识的这样一个 另外一层含义 马斯在讲的时候 还认证了意识意识形态和社会物质存在之间的关系 那么在讲这个关系的时候 它特别注意到意识意识形态和语言的关系 语言的关系 在这个里面它一方面就是从语言是人们交际的工具的意义上 说明意识是人们交往的产物 交往的产物 只要人还会交往意识就会存在 这个什么呢 和这个是相区分的 这个意识它既然是什么 我们说它的这个产生的意识条件不同 它既然是和社会共成王的 只要有人类社会 那么就会有意识 那么这就 那么什么东西是和人类共成王 语言 语言是吧 就是它的这个载体是什么 就是意思啊 它作为和人类共成王的 它的载体是什么呢 是语言 所以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 是没有阶级性的 任何阶级 如果要是语言是阶级性的 那就大家这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就没办法说话了 是没办法说话了 但是它们要交流 所以它是能够共同交流的工具 所以马上注意到 就是说语言是能够作为交际的工具 它是和这个意思 它是相联系的 只要意思是能够交往的工具 所以就强调了意思 和语言之间的这样一个联系 那么另一方面呢 马斯又通过语言和人们的物质关系 来说明意思的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 就强调 意思生产在社会结构中的这样一个地位 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也就是说思想观念 意思的生产 最初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 与人们的物质交往 与现实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人们的想象 思维 精神交往 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 表现为某一民族的政治 法律 道德 宗教 意识形态等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 就是强调 他说人们是自己的观念 思想等的生产者 但是这里所说的 人们是现实的充实活动的人们 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实 应的交往的一定的发展 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 所有所制约 那么这个马克思说 他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如果说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 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一样 道理呈现成像的 那么这种现象也就是能从人们的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 正如物质在视网摸的这个导引是直接从人们的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一样 那么这样一来呢 实际上马克思就对意识 除了意识形态的说明以外 对意识的普遍性 意识和语言的关系 意识是如何和人们的社会生活的这样一个共产性的关系呢 作了一个研究 当然这个思想呢 可以说在马克思那是没有充分发挥的 是没有充分发挥的 他只是提到了这样一个关系 只是提到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在讲这个以后呢 马克思啊 讲了我们讲了生产力生产关系 同时也讲了这个马克思对意识形态 可以说他对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进行了一个剖析 是吧 进行了一个仔细的剖析 在这个基础上 他就提出了社会结构和历史的一般规律问题 历史的一般规律问题 就是我们把前面的概念啊 可以说一个概念一个概念的分析 这些概念是马克思是怎么提出来的 他是怎么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改造 然后提出这个唯物主义的原理的 所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当中呢 马克思就对唯物史观的原理 做了一个一般的叙述 做了一个一般的叙述 这个叙述呢 也就是他这个在唯物史观 这个他自己表述的一个很精确的表述 这个我们在这个书上的都已经写了 把这一段都抄下来了 就是说能不能在自己生活的社会 这个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 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联系 及物质生产 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 也相适合的这个生产关系 那么就是这一段话呢 就是马克思所表述的他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那么这个基本原理呢 我们可以把它开阔为三个方面 开阔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马克思强调了人类社会基本的构成 就是他的这个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是什么 这个基本构成的就是马克思指出人类社会是由生产力 生产关系 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构成的 那么生产关系的总和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 并于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构成了社会形态 这个是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社会结构啊 有的学生呢 很多啊就是 到后来始终没搞清楚 马克思这个社会结构关系讲了什么 好像背了很熟考试也考过很多 从中学一直考到大学一直都在考 但始终都没搞清楚 这个是个马克思这个讲的是什么关系呢 他说整个人类社会啊 他是由生产力 他是由生产力 然后呢还有呢 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 然后呢再就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构成的 我们看一看他的这个关系结构是什么样的啊 他说这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是不是构成了生产方式 是吧 构成了生产方式 生产力是什么 是生产方式的内容 生产关系呢是生产方式的形式 在这个地方呢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概念 那么另外一个概念呢什么 他说生产关系的总和 这个生产关系的总和 这个总和又是什么呢 又是经济 经济结构 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这三者 也就是说经济的结构和上层建筑 构成了什么 社会形态概念 构成了社会形态概念 这个研究这个 他对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啊 他有有什么意义啊 对理解马克思这个对维吾主义的这样一个 对历史维吾主义的这样一个说明 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这样一个维吾主义说明有有什么意义 就是你在考察生产方式的时候啊 他不意味着你考察社会形态 这个社会形态它是把生产力啊 把它扩出来的 就是把它把它放出来的 那么这个什么呢 生产力你不管生产关系是 你是发展还是不发展 生产力都要发展 生产力都要发展 它或者是量的发展 或者是值的发展 但是它总是要发展 是不断的变革的 这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意 如果你把它开划在社会形态里面 它不是又受意识形态了吗 刚好这是作为社会动力的方面呢 它是不受社会意识的这样一个制约的 是不受 不管你是愿意 你这个社会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这个生产力总是要发展 作为一个物质量 它是一个 所以正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说 社会什么 按照铁的比蓝性发展 铁的规律 这个铁的比蓝性是什么 就是生产力 它是不断的发展的 它是不断的发展的 那么这是一个 而这样一个经济结构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经济结构 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 它表现为一种社会形态 就是一个社会形态的结构的变化 它是不包括生产力的 生产力在任何社会 不管你是资本主义社会 是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只要是你这个社会的发展 你都会有生产力 都会有生产力 那也就是说什么 生产工具 人们的活动方式 有一般性 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要把 生产力和交换关系区分开来 当然它会在不同的 这个社会形态下 会就是说对它的这个发展 就是说它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但是你没办法来阻止它发展 没办法来阻止它发展 所以人类它有一种共性的东西 那么正是这样一个生产力 它能什么 打通不同时代 不同民族的这样一个联系 是吧 你不同时代 不同联系 你如果要是把它全部归为社会形态 或者一个经济基础概念 它不具有共同性 它不具有共同性 所以为什么这个东方马克思区 特别强调生产力发展是一切 我们要发展生产力是什么 它强调这个社会的一个普遍性 强调一个普遍性的东西 所以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要把它的结构关系搞清楚 在研究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现在分析马克思 专门联究生产力 专门联究生产力 它就把这个社会形态的概念 把它抛掉它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 强调这一个 强调社会形态的研究 而把生产力把它撇开了 撇开了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研究当中 你可以做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 相对独立研究 但是你一定要把马克思的 这样一个社会结构思想 哪些是开化到这个社会形态里面 去加以研究的 哪些是专门强调生产力的研究的 然后在这个生产力的研究 我就可以说 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 那么它应该是在这个层面 研究的内容 而不是在这个层面里面 研究的这样一个内容 所以我就说把这个结构讲清楚了 就是说大家在很多 读完了还不知道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 和意识形态 以为是一个相互这样的 一个平面的下来的决定关系 而不知道它们之间是有区分的 不知道它们之间是有区分的 所以这样就影响了 就是我说的 很多年就 什么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那你说什么是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 那么什么是生产力呢 生产力是决定生产关系 它反复就去讲这个东西 而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生产力 什么是生产关系 以及它们之间的这样一个 结构关系是什么样的 所以它在社会发展里面 它是有一个什么 生产力为什么作为动力 它能冲破社会形态 如果你把生产力放到这个社会形态里面 你说不过去的 它怎么会冲破社会形态呢 它就成为一个什么 一个社会的一个尺度 它不管你怎么样 它即使 所以马克思他讲他的动力 即使动力它也是一个尺度 它衡量你的发展 你这个社会形态啊 你的变化是由它来决定的 由它来决定的 而就是这样的就强调的生产力啊 它不是由你任何的这个社会关系 你社会形态能够决定它的 你只能说加速和延缓它的发展 但是你不能决定它的发展 它始终 它不受你这个社会形态的这样一个干扰 而是不断的这样一个发展的 不受你这个社会形态决定的 所以这个要把这个社会形态概念 和这个生产力的概念的搞清楚 这样一个我们在研究 不管是研究马克思的思想 还是研究这个当代的 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 或者研究其他派别的思想的时候 实际上他们很多都是建立在 对马克思的这样一个概念的说明上 如果我们这个概念搞不清楚呢 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研究 影响我们的研究 我们会这个书看下来 不知道他们讲了什么 然后就随便判一个说 他们是维新主义啊 或者什么 这就是作为哲学基础 我们是武汉大学哲学系啊 一个基础性的概念的一个交代 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个的时候 我们一定概念是清楚的 哪一个他说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么这是第一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呢 就是说马克思啊 强调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律 提出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就是说生产力是社会结构当中 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 生产力有量变和质变之分 那么生产力的质变呢 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 从而引起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或慢或快的变化 那么社会形态呢 就从低级到高级的更替 这就是人类历史活动的这样一个规律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讲了 马克思说生产力是什么 最活跃的最活跃的因素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规律的描述 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搞清楚了 这个马克思对社会规律揭示的这个概念呢 也就清楚了 就是说生产力的量变和质变 它都会什么 会推动社会的发展 那么它的这样一个质变呢 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 引起这个生产方式的变革 那么在这个变革的基础上引起 那就说你生产方式变革了 你的经济结构变化了 那么你就会引起上市建筑和意识形态变革 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形态 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这就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生产力是动力 生产力是动力 这是第二个观点 那么第三个观点呢 就是马克思表达了社会形态的眼镜 社会形态的眼镜 那么社会形态的眼镜指的是什么 马克思依据生产方式的特点和性质 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种社会形态 一个是亚西亚的 一个是古代的 一个是封建的 一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那么这个社会形态 我们国家呢 就是包括这个苏联开始 就是讨论它的科学性问题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你讨论它的科学性问题 是可以做一个考证 但是对我们理解马克思的 社会结构和社会规律的思想 它不是最重要的 它不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现在所要理解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马克思强调 这四种社会形态的更替 它是私有制产生发展和消灭的历史 也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而进步的历史 就是说他描述了这样一个人类历史 由低级到高级的这样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为什么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有不同形态的区分 是因为你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同 所决定的生产方式的不同 所以会使你这个社会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 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 真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说马克思就预言了人类历史的前景 也可以说马克思通过这样一个研究 就为他的这个通过这四个形态的描述 为这个以后人类历史的前景提供了一个经验的基础 他给了你一个什么思想呢 我可以通过社会形态的变化 来预测未来发展的形态应该是什么样的 就是通过他的内在这个经济的结构的分析 和他的这个上层建筑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变化的分析 来描述这个社会的这样一个前景 所以政治在这个一样 我们在前面反复强调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绝不仅仅是一个 它是一个人的解放的概念 但是它同时呢也是一种经济形式 也是一种经济形式 而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空洞的这样一个概念 一个空洞的概念 所以还有它这个很现实的这个内容 那么这样一个内容呢 是建立在它对这个社会结构 社会规律的表达的这样一个思想意义上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觉得你就是说 很多就讨论说 这个亚西亚这个生产方式科不科学 你不管它科不科学 马克思那个时候 他不了解东方社会是个什么样的 也不知道亚西亚到底是什么生产方式 这个地方 就是说你再怎么考察 你推翻不了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 这个基本观点呢 表达的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社会进化的思想 就是一个社会进化的思想 社会有没有一个标准 这个原来在 就是在这个中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论战 就是早期二三十年代的 这样一个东西文化论战当中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这个全盘西化派 和这个新乳学和这个全盘西化派 他们讲这个 就是说一个是 到底是以中 这个中体西用 还是西体中用 就是说哪一个为体哪一个为用 是吧 都是用这种方法讨论 当时这个马克思主义者 比方说瞿秋百就提摔 他说这个讨论这个中国的这个进步和发展的问题 不能用哪个为体哪个为用 而是应该用什么呢 用马克思的这个维吾史观的概念 就是说能力历史发展 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中国就应该有一个低级到高级的过程 而不是你在整个世界文明大道上 有一个从农业文明进到工业文明的过程 这样我们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你不能背离这个世界大道 所以你不是讲哪个为体哪个为用的问题 而是我们要符合这个历史发展 所以根本来说 这个新辱学和这个全盘西化派 他们在方法论上是错了 不是说我是现在站在这个西方的立场上 或者说我是以中国的这个农业文明为本 不是一个文化的本末问题 本用起用问题 而是一个人类文明的这个形态的更替问题 形态的更替问题 实际上这个东西对我们理解当代的这个全球化 这样一个现代化这样一些问题 我觉得也是有帮助的 也是有帮助的 比方我们讲民族性和这个东西 我们不要忘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这样一个进步问题 真的进步的问题 这是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基本思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